今天最新报道来关心 台湾驻泰代表李应元 日前为健康的因素向总统请辞 那么在今天晚间他反抵国门了 只是上来给人感觉精神饱满 身形标准的李应元 这次反国整个人是明显受了一大圈 而根据了解李应元是今年五月 感染了大肠肝菌后 健康逐渐走下坡 因此决定请辞回国 要进行调理跟医疗 希望找回健康 大使欢迎回来 谢谢 谢谢大家 驻泰代表李应元 因为健康因素请辞获准 26号晚间终于反抵国门 拒绝搭车坚持不行 但李应元身形瘦的超级多 对比过去脸颊明显凹下 圆润脖子也不见 过去唯凸的小腹 如今只剩瘦骨凌寻 身忙太太黄月桂贴心送上帽子 可以看得出来抗力情深 李应元先前发出辞职公开信 强调因为健康因素辞职 反国接受医疗 强调从五月感染大肠肝菌后 身体健感不适 体力不堪负荷 但依旧希望台泰帮以永存 临行前当地华侨台商送机 依依不舍 曾经精神饱满的李应元 终于回到故乡 也希望能够尽快找回健康 记者林柱强桃源报导